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全店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店,我是全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脑洞大开的电影 叫拯救地球 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一部末日科幻片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悲剧 不用等到世界末日 人生就已经绝望到没有出路 影片的男主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幻想着地球快要毁灭了 因为来自仙女宙的外星人 正隐藏在上流社会中 只有守着他的女主相信这一切 并且帮他一起绑架了他发现的外星人 也就是韩国最大的化工药品公司的老板 他认为七天之后 药厂老板就会在月十之日 和仙女座的外星王子约见 那时候地球将会毁灭 所以他提前绑架了这个狡猾的外星人 对他原刑逼供 希望能够拯救地球 可另外一边 警察局正在全力搜索被绑架的老板 因为他不仅仅是成功的上郎 还是警察局长的女婿 重案组全员在案发现场收证时 一位秃头的大叔混入其中 菜鸟警察一眼就认出了 秃头大叔是当年涌破各种学案的神探 可惜被同事冤枉后 这样子做得警觉了师堂大叔 重案组上师看见他 更是直接感人 可菜鸟追得上去 并告知大叔自己十分崇拜他 愿意和他一起探讨案件 现场发现了精神病服用的药物 大叔让菜鸟财产 哪些医院有精神药物失窃 另外一遍 老板被莫名折磨了几天 终于想起了男主是曾经 自己设在江源道药厂的员工 他的母亲也是 老板大喊 你凭什么绑架我 你母亲的意外 我已经赔偿了钱 你女朋友的死可跟我没关系 听到这里 男主的眼前又浮现出 自己女票躺在雪坡中 无助的向他伸出手 受不了刺激的他 冲出了地窖 女主担心男主的安危也跟了出去 男主欢慢的吞下了镇定药物 又冲回了地窖折磨老板 而菜鸟警察这边通过视频监控 查到了一个骑着机车的男子 居然用老板的信用卡 套取了4000美元 他兴奋地和秃头大叔说了这件事 并且整理了一份 医院失窃精神药物的名单 可大叔却觉得 菜鸟掉入了绑匪的迷魂症 要知道能够绑架 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要花多少心思 怎么可能为了4000美元暴露自己 说者就从柜子里面 找出了一点年代绝缘的答案 里面都是一些失踪人口 让菜鸟好好地查查 大叔觉得这些案件 肯定与这次的绑架案有关 而正在地窖中的老板 已经开始大小便试镜 他趁男主不在开始游说 单纯的女主放了自己 并且告诉女主不要被分子利用了 男主有女朋友 他根本不可能真心爱你 紧张的女主听到这里 弄坏了自己心爱的娃娃 他向男主求证是否爱自己 可男主却无法说出爱女主的话 伤心的女主决定离开 男主虽然不爱女主 可以只和女主相依为命 男主生气老板说的话 又折磨了他一方 此时距离月时来临 只剩下三天了 第二天一早 秃头大叔就照着名单上的医院 一家家排查 终于在倒数第二家 发现了男主瘫痪五年的母亲 具体的病情 连医生也不确定 只知道是中毒导致的 大叔通过询问工作人得知 男主在前几天 刚交了一笔住院费 一共3700美元 真相似乎慢慢浮出了悬灭 可老板已经能受不了 费量的折磨了 他痛恨男主这种人生失败者 连复仇都这么偷鸡摸狗的 还要假借什么消灭外星人 保护地球的名义 老板靠着耳机的毅力 破坏了手铐 忍不防的向男主扑了过去 两人扭打在一起 人高马大的老板 用电线将男主累得昏死了过去 本来老板可以直接拿钥匙逃走 可他实在气不过 回过头用脚拼命踹男主的胸口 嘴里还漫漫烈烈的 却意外踹起了男主 给男主反杀的机会 另外一边 秃头大叔通过医院的线索 找到了男主将 男主听见了有人入侵的警报 赶紧从递家的秘密通道 创了出去 然后伪装成刚刚回到家的样子 大叔告诉男主 自己是追踪受敌者来到山里的 因为天色已往小借书一小 男主热情地带着大叔进屋了 在聊天中 得知男主将曾经旷过了废旧澡谈 改造成了这个房子 男主住在山上 帮主员看管森林里养的蜜蜂 闲聊时 大叔追到了屋子下方有蜜道 而男主也发现了大叔看见了蜜道的路口 于是假装憨厚地问大叔 要不要参观一下地下室 但大叔拒绝了 夜里男主和大叔把酒淹花 大叔看得出男主曾经受过很多苦 身世凄惨却十分孝顺 就是有点精神不正常 因为他一直和大叔聊外星了 并且送了一本关于外星生命的书给大叔 不久大叔喝醉睡着了 男主回到了地窖 把昏迷的老板拖到了椅子上 而此时的大叔却醒了过来 他掀开屋子里的地窖门 拔出了手枪走进了地窖 却只发现傻乎乎的男主在用电焊 制造外星人通信器 第二天大叔排除了对男主的怀疑 准备离开 却在出门时发现男主羊的狗正在啃龙谷 大叔赶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后打电话给菜鸟 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可这一切都被男主用监控看得一清二楚 他切断了通讯 大叔瞒着到处找信号 却侮辱了男主的密封基地 此时再见男主 大叔心里直发毛 他直接掏枪对着男主 男主已经心灰意冷 趁着密封捞乱大叔 男主将密封泼向了大叔 然后推倒了风箱 可怜的大叔被密封遮倒 摔入悬崖直接挂了 现在狗狗又有食物了 随后男主继续折磨老板 醒来的老板发现男主给自己注射了麻醉剂 然后用铁钉钉住了他的手掌 就在男主要举起斧头剁掉老板的腿时 老板告诉男主 他妈妈 只是他们用来实验经重组了一个实验品 能救妈妈的药物就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男主动摇了 虽然知道老板的话不能全信 但为了救活母亲 他还是离开了地窖 找到杰的男主一路驱车前往医院 另外便与大叔失去连续的菜鸟非常着急 可上司根本不搭理他 还将狮子与大叔连续的菜鸟也降续到了食堂 眼看求之无果 菜鸟根据大叔打电话留下的信索 开始追查大叔交给他的失踪人口答案 终于他发现了其中的连续 而地窖中的老板本想逃跑 却摔入了假人堆中 当他起身一看 两边的柜子上摆满了人体四肢和内脏的标榜 柜子镜头放着这些年男主的日记以及庄案记录 与此同时菜鸟也查到了男主的信心 原来男主的父亲是一个矿工 因为事故失去了一条手臂 绝望抱着的父亲变得十分的可怕 男主童年围得快乐就是和妈妈一起做手工补贴交用 父亲为家报母子俩意外被小资产 戳中了太阳学生亡 到了中学 男主因为交不起学费 被老师脱下裤子当众打屁股 而可怜的男主被欺负的太阳 失手捅伤的同学被关进了少管所 而在这里玉琴对他更是百般羞辱打骂 好不容易哀悼地长大 他和妈妈一起进入到老板的药厂上班 却因为毒气泄露 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朋友被车间主管乱棍打死 紧接着妈妈因为泄露大量的毒气 再也没有醒过来 悲惨的男主白气都归咎于邪恶的外星人 第一个接受审判的外星人就是坏老师 紧接着是玉琴然后就是车间主管 最后当然就是药厂的老板了 同时得知正向的两个人 一个崩溃大哭一个赶紧打电话给上司 可上司却说根据机车的拍照已经抓到的凶手 可他们抓到的居然是一只欺负男主的同学 他和男主中学同伴毕业后同在药厂上班 现在又同是职务员的员工 男主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替水羊 眼见上司不理会自己 菜鸟直接骑车赶往男主的住处 而好不容易赶到医院的男主还没来得及 喂下所谓的解药 妈妈就去世了 崩溃的男主失去了最后生存的意义 他完美的开着车赶回住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灵感应 正在台上表演走干涉的女主摔了下来 他感觉男主会有危险 不顾一切的冲下了男主的架 率先赶到的竟然是菜鸟 看见监控有陌生人传入 老板果断的敲击地板大喊救命 菜鸟顺着声音 找到了被折磨的面目全非的老板 正想要将他带走 此时男主带着大叔的枪进入到地窖 菜鸟赶忙举枪 让男主缴械投降 男主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 他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要拼命救这种人渣 菜鸟开枪 让男主不要再继续戳下去了 此时女主及时赶到 她用自己走干式方耕德的本事 出其不意地制服了菜鸟 两人将老板和菜鸟绑起来 准备直接解决 老板突然承认自己就是仙女座的外姓人 他告诉男主人类是他们用自己的精英培育出来的 可随着文明的发展 人类妄图推翻外星人的统治 于是悄悄进行精英研究 希望造出更强悍的人类 却最终退化成了猿猴 不冷心看人类毁灭的外星人 决定帮人类实现进化 可人类在自我进化的过程中 属于野兽的贪婪欲望 越发控制不住 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进行实验 希望基因重组 重新恢复最初的皇家基因 男主听得一脸梦闭 就在他快要动摇 却发现 散落在地上自己研究外星人多年的笔记 他竟觉老板知道这些是因为看过笔记 正当男主重新举枪时 老板却说月时还有四个小时 再不抓紧时间联系网址 一切都结束了 崩溃的男主最终还是忍受不了 关于外星人的诱惑 男主女主全副武装 用遥控装置控制着老板 一路驱车赶往药厂总部 来到药厂总部 看见商人走远的菜鸟赶忙自救 解开绳子 也马不停蹄地赶往药厂 另外一遍商人进入到药厂的研究室 老板敲击键盘联系所谓的外星王子 却抓住机会 用机器爪子 勒住女主的脖子 男主立刻与老板失打了起来 还是来不及救下女主 绝望的男主想和老板同归一军 却被老板用电击设备打倒在地 绝望的他捡起手枪 想要避掉老板 却被及时赶掉的菜鸟一枪打死 警觉的上司也终于出现了 可怜的男主倒在了雪坡中 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 走出大楼的上司居然还开心的打电话 讨论生子的机会 就在此时月时出现了 雪坡人被从天而降的电流击中 原来老板真的是外星人 他和男主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他却隐瞒了自己是外星王子的真实身份 不仅是妈妈 连男主都是外星人的精英实验 最终王子下令停止一切实验 让地球毁灭 因为人性中的欲望贪婪无法扭转 男主将压抑和疯狂 恶毒和可怜 演绎得零零�俊致 这是一部值得去细看和生殊的电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